众所周知,肖战的毕业院校是重庆工商大学,而且因为它是完成了大学生涯之后才进入的娱乐圈,所以肖战粉丝比其他家艺人粉丝就多了一个爱好,好古爱豆的大学生活。 最近,有重庆工商大学的网友晒出了一张图,图中正是校领导在礼堂里给同学们讲话时的场景,同学们坐在红色座椅上,老师讲着话,照片中四分之三的面积都是另一个男人。 肖战,巨大的PPT上,正是肖战在陈情令红了之后,时尚巴沙给他拍的一张国风大片的造型。 大爽英姿,上面不但有肖战签名的字样,而且底下介绍肖战的剧场的title也是表达了重庆工商大学,作为肖战的母校,究竟有多么自豪了。 在领导的PPT中,肖战是现代国际设计艺术学院2011级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校团委大学生艺术团合唱分团男生高音部部长,这名头伟实是过长了,这一串念下来,真的是狠狠憋了一口气啊。 能在礼堂这个场合,给学生们介绍肖战,可想而知这个学校的校领导,因为有肖战这个杰出校友而有多么自豪了。 有人会说,那是因为肖战火了,还不是想要蹭流量,自以为,这只是小人之心罢了。 去年肖战最难的时候,战火不但是攻陷了肖战,也殃及了肖战的母校,他们造谣肖战的学历,看不起他学的专业,却也是工商大学的官博亲自下场。 为肖战澄清辩解,也是官博在评论区宽慰情绪有些激动的粉丝。 可以说,在肖战最难的时候,他的母校真的如母亲般温暖地送来了关怀与保护,重庆人互短哦。 作为重庆工商大学的杰出校友,肖战同学你要好好努力,好好生活,好好工作哦。 毕竟教过你的老师,还要每年在新生面前讲讲你曾经在学校里的趣事呢。 合唱部肖部长哦。 字幕志愿者 作 Vincent